这是赵国由胜转摔的一代铁血赵王 赵孝成王赵丹 迫于秦国的威胁 他把次子春平侯赵义送入咸阳为人质 才得以在东边暴打燕国 本来按道理是王位是春平侯的 所以他根本不服气 我是赵国太子 习王位的应该是我 赵义的能力强于弟弟大宋面赵严 秦国知道这一点 所以不可能放得回去即位 春平侯入秦以后 赵孝成王就明白自己中了秦人的奸击 坚决要求带兵伐钱 逼迫秦国归还太子 名将李牧建议现在乃是冬天 如果要发兵最好是在春天 但赵丹清除自己的身体 坚持现在伐秦 他是寡人之子 赵国的太子 那是以后赵国的王 极客命连扑整顿兵马 寡人要亲征伐秦 冯雪天众位将士哭熬忍耐 赵严一脸不爽 等着老爸出征以后 他带着郭开去小县那里乐呵乐呵 赵孝成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他即将为自己的判断失误而买单 他期待马上发表战前演讲 鼓动赵国势足血腥 报仇 报仇 得了赵丹刚刚前行三米 便因为寒气入体一跤跌倒在地 赵国从马背上强升 又从马背上逐渐衰落 42岁的赵丹这次病重 他感觉自己熬不过冬天了 特意派了上亲毛岁 去咸阳重金赢回太子 然而一期想做赵王的赵严 怎么可能允许大哥返回赵国 他派见郭开前去刺杀毛岁 云多日后让他当赵国相邦 毛岁刚刚离开赵国边境 就发现被一对宾旗围堵了 郭开一声令下 500赵边旗 凶涌奔驰而上 当场将毛岁使存全部害死 当吊着一口气的赵孝成王 听说毛岁的赵秦宾竟被人刺杀 他当场明白这是败家子赵严干的 天 你要枉我赵国吗 这一声呼喊何其惨烈 想挣扎着起身宰了赵严 却根本起不来 一口气上不来 当场去世 赵孝成王赵丹的治国水平 远不如他老爸赵惠文王优秀 但年少即位面对的是秦州湘王这个老狐狸 才会有长平之战的惨败 但事后他很快做出调整 重量老将连坡 打赢了邯郸保卫战 接着和秦国讲和 趁机暴打燕国 恢复了赵国一半的国力 勉强也算一位明军 可及后来犯了他爷爷赵五灵王的老毛病 偏爱幼子派长子春平侯 入其为人质 让顽固的赵严得以即位成王 后来赵国果然如他所料的 仅仅23年后 历经两代赵王便灭亡了 公元前245年 赵国公司赵燕即位为王 是为未来的赵道湘王 千佑我赵 大王万年 赵国的灭亡进程 从这一刻开始加快了 寡人决意 出兵罚情 国仇加恨 一群报纸 大王英明 大宋明赵燕刚刚即位 便表示要攻打秦国 为毛遂复仇 找秦国背了一口大锅 这一首虚假宣传 简直就是足够优秀在全臣 真正派新王马屁时 只有两个人出来劝他冷静一些 一个是李牧 另一个是三朝老将连坡 他从军事战略的角度认真分析 认为赵国国力如今大不如前 之所以能报答燕国 是因为燕国太菜 如果要进攻强秦 胜色不大 赵燕一脸不屑 我在年少时与那秦王嬴政交过手 没觉得他有什么大胆能耐啊 没毛病 当初你俩的确交手过 被小祖龙骑在身上暴打 老连一直反对的宫琴 剥开在旁边疯狂拱火 赵燕这个暴脾气就上来了 只得连坡目无君上 何能何能 能做这个胆相 连坡十分悲凉 大王既然不成老夫之意 这胆相不做也罢 赵燕直接顺水推舟 收回了赵国相印 反手封了郭开为相邦 老连坡当场表示反对 木喷郭开是个小人 怎配为相邦 然而一看赵燕疯狂不短 他也是逐渐明白过来 罢了 罢了 老夫口拙 国事 大王好自为之 他把手里的木户 往地上狠狠吹吹 直接不告而别 赵燕这个气 简直恨不得立刻载了老连坡 在群臣的劝甲下 他这才作罢 下场以后 郭开对赵王眼疯狂拱火 说什么连坡会拥兵自重 他现场贡献金牌影 闭眼镜 说什么连坡为将 他必定没命活去去 正所谓一招天子一招臣 赵燕爱自己的半徒 胜过三朝老将 毕竟老连坡确实也65岁 到退休年龄了 赵燕同意用青琴代替连坡 听到赵燕这浑小子霸得他的兵权 连坡这个暴脾气 大王没要老夫的人头 罚了老夫的相还不算 敢要夺老夫的兵权 连坡直接把清琴当做除稀包 对着勒胜就是一顿暴脏 清琴本就是燕国降将 加上四弟远远不如战功赫赫的连坡 当然不敢反抗 他就还嘴了一句 哪里有将军的兵马 哪里有将军的城池 这都是赵国的 是大王的 从理论上来讲 勒胜说的没毛病 偏偏遇上了气头上的连坡 当场挨了第二顿暴走 他赶紧甩锅说是锅开进的谈言 连坡这才明白问题所在 顾下建议连坡骑兵攻到环丹 废掉赵王眼重新立亡 但老连坡不愿意耻书上 背一个不忠的骂名 拒绝了这个起义 他感叹自己为赵国一声 立下多少战功 林老却难免攻高阵足 吐死狗疯 心下十分悲凉 决定逃到魏国去 顾下想要跟随他一起逃亡 连坡此时同意乐胜的辩论 这些都是大宝的兵马赵国的绳持 还要将士们好好为赵国效力 自己孤身一人流亡勿贵国 这一年的老连坡大约在65岁 5年后传下连坡劳仪 尚能犯否的名场面 大秦第一战神郭开 就这样轻轻松松的逼走了 一位赵国两将 任务完成进度到了一半 到底赵国向帮郭开 怎样变成大秦战神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来分享 喜欢的朋友欢迎一键三连